章话县文化局自即日起至2月8日止 在章话县立美术馆五楼办理 感性与理性的对话 蔡永明绘画各展 蔡永明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应用媒体艺术研究所 获奖无数 包括全国油画展第一名 教育部文艺创作奖油画类首奖等 从事创作已40余年 在职场与教学工作中 不断研发实验新媒材与绘画创作中 我的创作有分歧 但是我的获取是比较属于抽象理性的一个表达方式 大体上是反映了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很匆忙的时代 很简化的时代 我虽然中期我用了很细密的基礼文理来表现 但相对的我现代 现在的时代 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造型 用色 形 点 线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那也是呈现了当代 现代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形式造型 此次展出60多件作品 是以中期及纪年的创作为主 蔡永明说 感性是她的特质 理性则源于其职场的培养 感性元素与理性思维往往并行于她的创作中 藉由相互对话并成对照 反映创作者内心世界 更加完整地呈现真实的自己 此次展出精彩可期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公益频道许维珍 张华 采访报导